去快餐店吃東西的時候 你會選薯條還是薯角呢? 我自己通常都會選薯角 但其實在家製薯角也是非常簡單 這個方法還不用開一大碗油去炸它 究竟是怎樣做呢?現在告訴你 材料當然有薯仔 這個是番茜 酸鹽 Paprika就是紅椒粉 還有芝士粉 薯仔有很多種 不過如果今次做這個焗薯角的話 就不要選擇很大塊的薯 你可以選擇新薯 小小的薯仔 又或者這種薯仔也可以 記住 薯仔如果有少許發了芽 都千萬不要吃了 尤其是你見到那些已經發了芽 還有整塊 有時候好像變形合衣 整個薯仔已經綠色的 裡面就會有毒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吃了 好 找了薯仔回來之後 我們把薯仔洗乾淨 用刷子擦走上面的泥 然後我們就可以切它 那怎樣切呢?很簡單而已 把它切開一半 嘩 如果你看到這些中間 切開又爛的 這個整個都不要了 好 這個好看 切了一半 接著我們把它分成三塊 就是這樣 那一個薯仔就一開三了 那當然這一邊是大邊一點 那我們還可以多切一塊 就是這樣 切好薯仔之後 我們就要把薯仔放進水裡 其實薯仔很快就會遇到空氣 氧化就會有點鐵壽式 那我們現在就把薯仔放進水裡 但是我們今天做這個 其實就不是要把它 即是我們浸進水裡的原因 就不是要把它保存那個顏色 而是要在水裡不斷地沖 沖走它面上的澱粉質 其實在家裡炸薯仔或焗薯皮 這一個薯仔 如果你一切完 就這樣就放進去炸 或者放進去焗 它就永遠都不會香脆 因為上面好像有一層澱粉質 那些薯仔汁 那你就要在這個水裡 不停沖沖沖沖 你可以這樣開一大盒水 一邊洗它 又或者 小盒一點的水 放在碗裡 又在水喉下面 一邊沖沖沖 沖到水乾淨為止 都可以的 那如果現在這樣 就要去換水了 薯仔沖到水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在一塊布上面 那當然啦 你也可以用廚房紙巾擦乾它 但是我又覺得這些 用完積器的東西 大家盡量少一點用 大家保護一下環境 那我們現在用一塊布 這些廚房用的T towel 其實很好用的 那我們這樣捲著它 在裡面搓搓搓搓搓 將他們的水全部搓出來 這樣就可以把這些薯仔 印乾乾它 好 快點乾乾了 接著我們就把薯仔調味 首先 我們加蒜鹽 如果你沒有蒜鹽的話 你也可以用切到很幼的蒜蓉 再加上鹽 也是一樣可以的 但是有蒜鹽就方便很多了 如果這個瓶裝的蒜鹽 其實它的鹹味就不太鹹 所以加多一點也不妨的 好了 接著就是芝士粉 看看你想自己有多瘦 如果你想自己瘦一點 那就自己調節個份量 我早就放棄了 所以我就加很多芝士粉 這個是紅椒粉 其實這個不是很辣的 但它有一個很香的紅椒香味 而且它令到顏色很漂亮 那就加吧 好了 但是這樣也不會令到這個薯仔香脆的 最重點就是加膠欖油 接著我們就把它拌勻 你可以試一下味 看看是否夠鹹 我覺得現在的味道剛剛好 如果不夠鹹的話 加點鹽 你想它比較辣的 加點紅椒粉 這樣 接著呢 我們就把它鋪在一個焗盤上 你可以佔一塊這個直膠墊 又或者用完即器的 那些煮食紙 牛油紙 但是那些也要扔掉它 直膠墊就可以不停地洗回去 循環再用 這也是非常好用的 排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入爐了 焗爐一定要先預熱 否則受熱就不均勻了 預熱它去200度 放進去 焗它 大約30分鐘 這麼快呢 那個薯角的出爐了 看看 好 好 接著呢 去出爐之後呢 我們就預備一些番茄 我們把番茄呢 那個框呢 就切碎它 然後放進去 然後放進醬汁裡面 那醬汁你喜歡是茄汁也可以 我自己呢 薯角呢 我喜歡配Sour Cream的 那麼就放進去吧 這個Sour Cream裡面 你其實還可以加 譬如酸瓜 即是那些醃的那些 熱狗裡面的酸瓜 切碎它放進去 或者那些酸豆 切碎它 甚至檸檬皮啊 都可以的 那這個就是一個醬汁了 那然後呢 我們再把這些番茄碎 捲起來切碎它 然後把它撒下去 撈一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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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基本上 這個視角就完成了